小白雷 搜尋 中文字幕 文字幕 文字幕 佳奧 所以就要這個案子 進行開庭 其實實際上大家都知道他的進展 就是在內務區的開發 是已經車案 就是當天15號的內湖通檢的都委會上面 發生的一些衝突 現在導致這樣的司法訴訟 那其實我們在過去開準備提的時候 就已經有這樣的呼吁就是 實際已經策案了 那民意其實在這次的選舉當中有做出一個審判 那我們希望說司法就沒停止這樣追殺的動作 包括我包括另外一位被告 其實我們從一開始就有把所有的事實做一個陳述 可是第一個問題是 警方跟警方提供的證據其實非常多 然後第二個是在都委會那邊 他們就是提告方 他們所提出來的工資是非常繁複的 然後第三點我們還是會朝罪去做一個抗辯 因為不管是他們指控的罪名 不符合包括馬來公務這一件 或者說包括為什麼公務的那些爭議 那個都會在待會兒發生這種事情 當天的會議會召開是在 兩天前的時候 他公告在台北市的官方網站上面 那他的公告其實 第一個就是不符合我們一週前通知的原則 然後在地居民知道這樣的會議要審查之後 要開始之後就到現場要求說 應該要列席與會發言這樣 可是現場他們說 這是他們內部舉辦一個簡報會議 他們不對外開放 然後頂多讓允許他們到旁邊的旁邊室去旁聽 那其實就是非常荒謬的一件事 因為通盤檢討會議或是討論那個都市計畫 其實這些的厲害關係都應該要充分表他們意見 會議的功能應該是這樣才對 可是我們看到的現況卻是 市府當時是封閉起來的 然後只做了一個簡報 那我們當然其實都很清楚 他就是要用這個通盤檢討去透露個案的原因 因為事情是這樣子的 當時的現場其實比較混亂 我主要是在跟當時的會議主席陳武正在進行一個爭執說 你們這樣的會議有沒有法律依據的問題 然後你們這個會議的召開 為什麼不開放民眾上 這一爭議點在理性的時候 就有人噴灑沒有去看 那其實到現在我們還在追到也是誰 因為其實當天警方聲稱有待遇 但到最後列到那個檢察官一邊 卻只有我一個被告 他們是找不到對另外一個 他們所謂的噴灑的嫌犯是誰 這件事情到現在警方還是沒有提出一個可信度的證據 實際這個案子現在測案幾乎是塵埃落定 但是我們如果回到幾個月前 選舉結果還沒出來的時候 其實在選舉期間 台北市政府是很想要把這個案子 就在選前把它塵埃落定 那選前的塵埃落定 跟現在的塵埃落定是完全不同的結局 所以當時如果沒有這些社區媽媽 沒有這些青年朋友 沒有站出來搶救保護區的話 其實後面的走法就完全不一樣 那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樣的進展 其實是要去回想當時這些青年朋友 他們所付出的東西 如果判入獄的話 當然第一方面是主席嫌犯的問題 我說我自己 因為佳鴻我不知道 但是就我自己來說主席嫌犯這件事情 其實我也沒有否認嘛 他畢竟是在我手上導致他的回損 對啊 那如果為了這件事情要負責 或者說 對社會大眾來說 這個表達是認為應該要被判刑的 我正會接受 那至於為了這個言論的話 我覺得我們入獄其實就是要凸顯這件事情的荒謬 如果最後真的因為這八個字而入獄的話 對啊